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早上一杯黑咖啡 竟是脹氣的兇手 黑咖啡是我每天必備的 可是當你過了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妳咋會被對面的罵 沒有 妳剛剛說 他哪一期會不會黑咖啡 所以我們這個胃 在消化東西的 第一個東西叫做 是蛋白質 牛奶也是蛋白質 如果我在咖啡裡面 加牛奶變拿鐵 但是我不吃的 先不單純喝黑咖啡好 油炸物鬧腹痛 連胸口都會悶 不知道為什麼吃這種炸的東西 整個腹部很難過 而且那個難過 好像是連整個的胸腔 都好像筋圓一樣 我們當食物刺激之後 到胃道遮斷之後 妳要開始那個脂肪刺激之後 它要開始分泌 這樣瘦瘦 瘦瘦瘦瘦 剛好就卡住的時候 痛起來 它的區域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之後 因為面對龐大的這個工作的壓力 所以三不五時 在看到關鍵人物一出現的時候 我肚子痛起來 但這種肚子痛 只是壓力大的痛 但有的那個腹部的疼痛起來 那就不是這麼單純 對 或許跟飲食是不是也有關係 而且疼痛有分等級 今天幫大家分了什麼 三顆心 四顆心跟五顆心 五顆心 我們先從淺的來好了 好 先來看三顆心的 狀況一就是 起床先喝一杯黑咖啡 精神百倍 還有狀況二是 忙碌工作 經常餓太久 或者是吃太飽 你會出現的症狀是 錯過了吃飯的時間 就會肚子痛 吃了之後 可以減輕這樣的疼痛 餓的時候會痛 這為了應付工作 要精神百倍 對 但是又因為太忙了 你那飲食的狀況常被拖 對不對 好 一隻又吃太飽 雨泥 我一定有啊 你知道我都四五點起來練瑜伽 對 大家都還在熟睡 對 然後每天被窩那麼暖 大家都起不來對不對 可是我都要去練瑜伽 所以我起來之後的習慣 就是先一杯黑咖啡 然後呢 像我們就是那種 有的時候一整天都在錄影的時候 你會不想吃 有的時候每天看到便當 也不太會想吃 對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我想說錄完影 我就跟我朋友去吃烤肉 然後我想說 反正等一下要吃烤肉 那麼重 我等一下白天就不要吃好了 因為我們也是怕胖嘛 所以我們就一整天都沒吃 然後等到那個烤肉 到烤肉店的時候 已經在點菜 我看到那個菜單 看到肉那個字 我的胃就開始痛 反正在點 而且肉太貴是不是 荷包會痛 看到假錢痛 沒有 然後大家就烤來吃 就想說還是吃兩片 沒想到吃兩片之後 就好了 想走兩倍之後 又要了 對 還好 人就開胃了 對啊 來 小潔 我覺得我有強迫症 在喝咖啡 因為我覺得 只要我沒有喝咖啡的那一天 我就是要等到很晚 才會上小號 就是我覺得身體的水分 都會積在我的身上 我就會覺得水腫不舒服 所以每當我喝一杯咖啡下去之後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就會想要去小號 當小號完我就會覺得 身體很輕很舒服 所以黑咖啡是我每天必備的 比B群還重要 對我而言 因為我有時候吃B群 都不見得會有精神 可是黑咖啡就可以讓我精神百倍 我有預感 比B群還重要 他哪一期沒被罵過了 真的 他哪一期沒被罵 大家都知道 怎麼會這樣 開玩笑 就是我自己的那個習慣 然後那個吃 我不能餓 就一般人可能 我覺得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可以大概半個小時吃剛好吧 就是我覺得我肚子餓 到半小時吃剛好 我不是喔 我是一肚子餓 大概才十到十五分鐘 我是餓到會 當那個半個小時 我跟雨妮姐相反 雨妮姐是會痛到吃不下 我不是 我是可以把 平常的樣大概三倍 吃下一頭牛 差不多囉 是不是 我曾經最餓的時候 就是我真的餓到不行了 我去買了乾麵 然後那個蛋糕 然後湯麵 然後一個炒飯 然後再一個下水湯 然後再一些那個 還有那個烤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自己餵飽 可是重點是呢 當你吃下去 那些東西應該要飽了吧 然後你不會飽 你就一直煞 我覺得它已經完全跳脫 這一集的主題 它的問題比較嚴重 它問題是 祇律為什麼永遠也不滿 我覺得它的主題 它不是要挑戰 大胃王就是找回去了 我的胃好像有個洞 但是它會嗎 它的問題 奇怪的... 奇怪的在後面喔 奇怪的就是 你都不會飽就一直吃 可是當你過了 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你的肚子開始鼓起來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吃那麼多 誰幫我啊 這有什麼奇怪的 他到底是胃有動 還是腦子有動啊 我們這個節目 被糾正密集度最高的 就是他 至今無人能破 我要講到重點了 剛才不是講 重點還沒有來啊 如果重點是不是講重點 重點太好笑 你家那個肚子痛喔 不是 那種平常說 我肚子這樣 我肚子好痛 是鼓起來 然後你打就跟那個鼓一樣 是用動的 當然 衝口碎大石 對啊 動... 一定呢 所以如果是這種 肚子痛的話 小心啦 好 來看小心什麼呢 是什麼呢 十二指腸潰瘍 想像不到對不對 好嚴重喔 真的 其實我跟他們的那個狀況 都有一些是我們家族的 這個習慣都是這樣 以前跟我媽住的時候 我們他家一早起來的時候 他不是賢貴的媽媽 都會煎蛋或煎土吃 不是 泡一杯咖啡給我 兩個人一起喝這樣 沒有其他食物 沒有其他東西 而且是黑咖啡喔 而且是大概從那個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 所以我懷疑 高中的時候沒長高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還留在這個現在 所以就找了習慣 就早上都不吃東西 然後就一杯喝咖啡 喝一杯黑咖啡以後 都不吃 然後到基本上 看什麼時候有空吃 尤其現在當了藝人以後 有時候一忙 我講的難聽點 都是到八點以後了 對不對 八點以後才有時間吃 你也才會放寬心去吃 然後放寬心的時候 那時候也只有火鍋店有開 所以就去吃一吃 有一次我就真的是 這樣吃一吃到後來以後 就覺得說好餓好餓 肚子好痛 就吃了一個 剛剛跟他講一樣 吃完以後就不會痛 沒關係 可是不對 不會痛以後就吃更多 回家以後就 這個左邊這邊 左邊下路這邊 然後就開始隱隱的痛 隱隱的痛 然後後來而且是 慢慢慢慢大概在一個小時內 從那種微痛變成巨痛 不行 然後就直接被 直接去看急診 急診以後人家照那個超音波 才知道說 十二指腸潰瘍 好可怕喔 十二指腸搞壞了 十二指腸潰瘍怎麼會是左下邊 這附近 因為它是一整塊 這是盲腸吧 對 對啊 盲腸在右邊 應該在這邊 我記得在這邊 小潔 小潔 你沒關係 對 對 因為你都鼓起來了 那個位置應該移掉 對 它的十二指腸在這兒 在這兒 然後乾在這兒 全部都在全 我想過這樣子 真的是喝黑咖啡 然後又好像太餓 又太飽 那真的這樣 就會造成十二指腸潰瘍嗎 營養師 其實會喔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講 就是這個胃潰瘍 跟十二指腸潰瘍的 這個共同的原因都是 基本上就是你的胃酸 可能就是 可是分泌過多 它不是真的分泌過多 而是因為 你應該要吃食物 不給它吃食物 所以在這個時刻 它叫做分泌過多 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沒東西啊 對 它就是沒東西嘛 所以那譬如說 時間到了 清醒了 我們身體在這個 清晨做交換的 它也就自然而然 就覺得你起來了 腸胃就要努動 應該要吃東西 可是你沒有給它吃東西 你先喝了一杯咖啡 它還是會刺激那個胃酸分泌 好 胃酸出來了 你要給它吃什麼 沒有東西 那請問一下這個胃酸 在胃裡頭先出來了 好 出來胃空空的 沒有東西 所以先 好 那可是要看體質 有人就是變成那個胃酸 就消化它的胃壁 就變成胃潰癢 那有人呢 就是不會消化它的胃壁 但是它往下走 走到十二指腸 就去消化那個十二指腸的 那個前端 就是十二指腸潰癢 對 但是他們在臨床症狀的話 就是會有這個 飽疼或是餓疼的差異 但是原因都是因為胃酸過多 過多的原因是 你沒有吃食物造成它胃酸 出來沒有東西可以分泌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飲食原則 就是我之前在說減重的時候 我都會說要吃對順序才會瘦 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質 最後吃澱粉 而對於像這種胃潰癢 或十二指腸潰癢的人 他們反而先吃蛋白質 再吃蔬菜或者是飯 因為 對 因為我們這個胃 在消化東西的 第一個東西叫做蛋白質 所以你給它吃蔬菜 它也沒什麼消化你知道嗎 那它反而也就是 也還是在那邊磨著也不舒服 對 真的 所以要吃 你看那個以前的那個就是 西式的早餐 非常的豐富 有蛋 有起司有沒有 培根 對 培根 其實它基本上都是含有 蛋白質豐富的東西 所以就是如果說 假設你真的要喝黑咖啡 我就會建議你 如果你對蛋沒有過敏 你就乾脆黑咖啡配個蛋 那擦一袋也可以 也可以 對 這至少簡單嘛 可是牛奶也是蛋白質 也可以 如果我在那個咖啡裡面 加牛奶變拿鐵 但是我可以吃蛋 會比你單純喝黑咖啡好 是指教 是指教 或者是假設你想要 譬如說那個現在那個 拿鐵之外有豆漿 對 我覺得不好喝 對 那個也是OK 因為它豆漿就是蛋白質 那你配著咖啡喝 就總比它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咖啡加糖 那個反而會造成它更糟糕 這樣子 對 來 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標題 叫做急性腹痛 對 我們肚子就這樣